3号强风讯号仍然生效 原规已经由强烈热带风暴减弱到热带风暴 天文台说当风势减弱会改发1号戒备讯号 而8号讯号发出近一天 当局收到72宗林树和10宗水浸报告 原规逐渐远离 夜晚多了市民外出 尖沙咀变得热闹 加拿分道一度出现车龙 尖沙咀公众码头对开 如常有人钓鱼 天文台是在下午4点40分 改发3号强风讯号 8号讯号维持近24个小时 风势时大时小 红磕码头非常当风 来看风景这家人 要失宿在码头遮盖下 不用上课的小学生 就被供货一起除风 因为可以连续放两天 供货可以拖迟一点走 也都上了一堂大自然的变化目测 一刻风雨大到看不到对岸的港岛 下一刻视野又变得清晰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下午2点发出 持续大约三个小时 天文台多次警告市民远离岸边 不过在杏花村也有不少家长 带小朋友来看浪 有人带同七风仪轻装上阵 天文台风速计数量是有限的 它未必能覆盖到全港的地方 就是用民间的力量去捕捉 例如官方的数据上面有一些不足 有人带同寵物放下风 很弱 不像打风 因为其实昨晚我看到没什么下雨 不知道它过来干什么 不随便吧 都多了一天的 东头村就有树倒塌 压位三辆车 而农场到有连锁食肆的广告环额 整块脱落 3号强风讯号仍然生效 环颇已经由强烈热带风暴 减弱至热带风暴 天文台表示 当风势减弱会改发1号戒备讯号 而8号讯号发出近一天 当局收到72宗淋树和10宗水浸报告 环颇逐渐远离 夜晚多了市民出街 占沙咀变得热流 加拿分道一度出现车龙 占沙咀公众码头对开 如常有人钓鱼 天文台在下午4点8 改发3号律风讯号 8号讯号维持近24小时 风势时大时小 红磡码头非常当风 离看风的这家人 要失宿在码头的瓦碟头下面 不用上学的小学生 就让功课一起循风 太厉害了 因为可以连续放两天 这些功夫可以拖迟一点走 也都上了一波大自然的变幻莫测 日下风雨大到看不到对岸的港岛 下一刻视野又变得清晰 风势是非常反复的 当五分钟前大风大雨 但现在开始又见到阳光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下午两点发出 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 天文台多次警告市民远离岸边 不过在杏花村 亦有不少家长带小朋友来体络 有人带牌插风仪轻装送辞 天文台的风速计数量是有限的 它未必能覆盖到全港的地方 就是用民间的力量去补捕 例如官方数据上有一些不足 一人就带宠物来放下风 很弱啊 不像打风 因为其实昨晚我看到没什么下雨 不知道它过来干什么 不随便吧 都多了一天的 东头村就有树倒塌 压毁了三个车 而农场有连锁食肆的广告环额 整块脱落 无纤DC记者 德文通报道 早前涉嫌杀害的士司机的疑犯 蔡南生被通缉超过一天之后 夜晚在南丫岛被捕 现在可以见到穿着红色T恤 暂时被捕着头套 相信就是疑犯蔡南生 是被警方人员压戒回港岛 也到现在是登上警方的车 警方稍后将会在西湾河水景基地交代拘捕过程 事发在星期二清晨大约5点钟 怡空蔡南生坐的士去到西营盘东边街 和皇后大渡西交界用力气袭击48岁司机 最后司机送院抢救后不治 至于职棲局的另外一天 最后主要是领备辑出城中 警方就周朱昨晚10月13日 在南丫島拘捕一名內殺案件 而反進行案情檢報 而今日的港政是港島總區重案組 第一隊總督察謝志坤 謝Sir可以開始了 好 感謝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我是港島總區重案組 總督察謝志坤 今日會為大家講解一下 一宗在今個星期二清晨 在東邊街發生的一宗的士司機謀殺案件的詳情 經過警方連日不定調查之後 終於在昨天晚上8時36分 在南丫島榕樹灣碼頭 附近一間士多店外 拘捕了一名被通緝的混血菜性的男子 年齡31歲 我首先為大家略略講解一下 這宗案件的詳情 在星期二清晨時分大約是4點50分左右 有市民聽見死者 在東邊街近皇后大道西附近的位置大叫救命 其後是逃離她所駕駛的的士 向皇后大道西方向走去 但是不久之後她是不知倒地 並被送去瑪麗醫院搶救 很不幸地在上午的六時十七分宣告不治 我們檢查發現死者的右後頸有一處 長約七厘米深兩厘米的傷口 經發的這個檢驗 初步相信是由利器所致 警方的調查發現 怡空在清晨時分 在岸發現場附近的一間酒店獨自離開 並且登上死者所駕駛的的士 但是在上車一分鐘之後 怡空就送速離開的士 是向得父道西的方向逃去 而死者的就是頸部流血 離開的士不知倒地 警方在調查裡面發覺 在案發現場 逃走的路線 以及附近大廈的一個天台 發現了怡空犯案時候的衣著的物品 以及一把是疑似用來犯案的菜刀 警方也都發現了 怡空也曾經是更換了 他犯案的衣物 是以逃避警方的追捕 我們警方是高度重視這宗案件 調派了不同的單位 進行全天候的搜捕和調查 經過連約分析 我們重案組終於鎖定了怡空 其中一個可能逆床的地點 並在昨天的傍晚時份 到達南丫島 進行搜證和調查 及後在同日時間 警方也都接駁到一名熱心市民的電話 指他在南丫島榕樹灣 附近的一間市多 是發現了被捕人 我們收到線報之後 馬上調動人手搜捕 並在晚上的8時30日分 在上次將被捕人拘捕 被捕人身上被捕手是沒有武器 亦都沒有表面的傷勢 但是在被捕人 被捕附近的一個草叢裏面 發現了一個黑色的垃圾膠袋 而裏面是藏有一件黑色的防刺背心 和一把長藥刀鋒9厘米的截刀 我們不排除這些物品 是跟被捕人有關 我們初步調查顯示 被捕人是獨立犯案 亦都不認識死者 所以犯案的動機仍然是有待調查的 但我們都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被捕人是否受人疏擺 有沒有同黨 或者他自身有沒有精神問題等等 警方對兇徒的冷血行為 是表示極度的憤慨 亦都向死者的家屬表達深切的慰問 警方在此必定會全力以赴 將兇徒成之於法 以慰藉死者的在天之靈 以及還家屬一個公道 發生今次案件之後 我們警方透過媒體和媒體的平台 發放了案件的資料和疑犯的相片 其後亦都接獲多名市民提供資訊 協助我們警方去追捕疑犯 充分表現了警民合作的重要性 我可以藉這個機會 是衷心表達警方的借意 被捕人現在正式仍是被扣留當中 案件仍是調查 我們不排除有其他人士被捕 警方在此呼籲如果市民對這宗案件 有其他的資訊也都請儘快和警方聯絡 多謝各位